呼籲民进党不要把政治张手伸到校园 国民党立委候选人黄澄廷收到热心民众提供的照片 指出县内许多校园周边围墙悬挂民进党选举步调 校园应是行政中立的地方批评陈俊宇做了最坏的民主示范 应该向全体献民道歉 112年的9月22号的时候教育部就已经特别发函给各个学校说 要严守教育跟行政中立不可以动用行政资源 去支持或反对特定的政党 那是民进党的一个提名的立委候选人 陈俊宇居然在宜兰县的国中国小甚至是高中 悬挂大量的竞选步调 已经受到非常多的家长的抗议 我想候选人你应该要针对你的政治污染学校的这个事情 向所有的省民来道歉 并且立即拆除步调 还给学生一个干净的学习环境 我们也要共同来谴责这样子非常遏止的一个选举功绪 民进党的选举步调有催票 有批判质疑的内容 国民党议会党团也站出来全力声援黄澄庭 不同于民进党整天抹黑造谣 黄澄庭勤肯认真 相信所有人都看在眼里 进入校园 拒绝政治抹黑 进入校园 所以这个什么叫做拒绝咨询率10% 什么都担当的议员 这根本就是抹黑 这属性就是抹黑 担当的议员 你们打个表面比较多了 我们工作做了比较多了 我们的会工作做什么 对地方的建设都做了比较多了 他们呢 他们用这种的头都抹黑 担当的议员 这就是抹黑 这个就是水桶厚布 黄澄庭这几年来 他的重生 自治北山 老母乌党 想到没抗过胖 来说什么人都议员 这个有抗护的事情 非常欲借 民进党针对布条回应表示 是厂商疏忽已经要求拆除改善 而黄澄庭才是将政治黑手 伸入校园的人 日前青年后援会还发函到某高中 要求学校给予学生公驾到总部参加公益演唱会 这件事难道不用好好解释清楚吗 这好大的一个官位 就像在行使过去这个党国幽灵 又在重复的活蹦乱跳的来要求学校 来要求这个好像学校是他的政治组织工具似的 那这边也要强调一下 请公驾这件事情的要点 是必须要公家单位或是从事与教育相关的活动 才能够准与公驾的 否则学校应该通常是只能准与 他能请试驾 怎么可以要求学生 要求学校来让学生来请公驾呢 所以我们请这个黄城里候选人 请你正式的回应一下 宜兰新闻记者黄珠和采访报道